台中火車站有民眾倒臥在鐵軌上 不少搭車民眾看到都拿起手機拍了下來 今天早上十點多警方接獲報案有人落軌 根據老姐落軌民眾是23歲的陽性男子 要從台中搭車到新竹 結果因為身體不適 不小心掉落鐵軌 來聽一下警方怎麼說 陽性民眾因身體不適 頭痛昏眩 自不慎跌落 月台軌到上 那麼陽性男子是因為頭痛暈眩 不小心落軌 當時他是自己爬起來 現場站務人員發現之後 也趕緊呼叫區間車停車 還好沒有撞上去 當下站務人員也趕緊上前 把陽性男子拉上月台 而這起事故也造成這個班次的區間車 晚三分鐘開車 好在沒有影響其他列車班次 事後警方也通報男子家人 把人帶回去休息 但落軌是事實 警方依法還是以鐵路法 含請交通部裁處 如果有違規相關規定 那麼會開拔五萬以下的拔環 而警方也呼籲 旅客等車時不要太靠近月台邊 以免掉落發生憾事 好擔心喔 我視頻的動物 保護 political 離開要閉那邊 tracks 道法